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那个难易的掌握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再来的话呢 刚刚我们有一个是 大部分同学就是这个电脑程度 大概就落在那个进阶的部分 百分之十六成的同学是在那有四成的 是选入门 所以如果说你选的是入门的话 你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可能你要花多一点时间 可能也许预习啦 或者回去的话 你可能要多复习一下 然后进阶 还好没有高阶 之前还有高阶的 本来已经会写程式 那再来的话呢 你希望学习哪一部分为主啊 看得到有百分之七十八 希望学那个Excel语聚集录制应用 那这部分的话那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其实VBA不会写 那如果不会写怎么办呢 怎么来 其实Excel VBA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跟其他的程式语言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程式语言你不会写 你就是写不出来 但是呢Excel VBA 他提供一个很好的 算是入门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你做的任何动作 利用聚集录制录下来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写出对应的VBA程式 所以聚集其实本身背后就是VBA的程式 那其实你们要学的 我是建议 第一个你要能够熟练 就是聚集录制并且能够执行 但是呢大部分人都可以 录制聚集并且执行 可是问题来了 但是里面如果有一些是可能需要修改的部分 比如说可能他会需要像下载网络之类好了 你可能下载一个page 如果你要再下载第二个page 你难道还要再录第二个page 如果你有100个page 你不是起不是要录制100个page吗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藉由VBA的程式编辑 比如说你可以找出 VBA就是聚集里面到底有哪一些 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变数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 重复执行的一个回圈指令 他就可以自己帮你1到100个page 网络上的所有资料呢 就在瞬间帮你存到eshell里面 你可以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那大家怎么做 这个是重点 所以大部分同学挑这个 所以我把这当列为必要的这个课程内容 所以各位就期待吧 因为这个课程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 其实开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且反应相当还不错 每次一上课 一看怎么又满了 又满了 每一次上课都是这样子 但是最怕一件事就是 第一次上课都是满的 最后一次上课 就好像人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也许我有录下来了 有些同学直接跟我讲说 老师我只有来第一次 后面我不会来了 因为我会在家学习 甚至有住很远的吧 什么住宜兰啊 住桃园新竹都有 他就只是来参与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那因为这课程只有在台北开 其他地方没有开 而且我不可能跑那么远 其他地方开课 所以那再来的话 跟以色友跟资料库有关系 最近当然以前可能会用SS 不过我发现 我现在用SS几率越来越高 而且很多公司基本上 连SS都没有买版权 没有买授权 所以也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直接干脆 把以色友当资料库来用 可不可以 其实完全可以 但是会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可能他的比数 最多只有一个工作表 最多是1048576 就是100多万笔 如果你会超过这个限制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考虑 你用其他的资料 但如果不是 比如说你只是个人 或者是小部门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也是足够的啦 那第二个以前会担心 那个效率的问题 后来发现 因为现在电脑其实跑都很快啦 所以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在以色友里面处理的好处啊 就是反正全部都在这里 你给人家也方便 你自己拿到档案开启也方便 所以慢慢的很多人 其实就干脆把资料 直接就拿以色友当资料库来用 这个但是还有延伸性的问题啦 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做保护 因为资料库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他有一些权限的设定 很多东西其实 某些人可以看 某些人不能看 某些人可以改 某些人不能改 这有权限设定 那在以色友里面 其实也可以做对应的 类似的啦 你可以保护起来 你可以在某一些状况下 让使用者可以去动某部分的资料 但是除了这些资料以外不行 OK 其实我是觉得这部分 我们课程后面会有一些分享 我觉得大部分 我的东西当然都是工作上会遇到的 或者是说 很多时候是同学的反馈啦 因为你们会问一些问题 那当然我就要想办法去帮各位解决 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同学 给我的一些问题 然后整理之后呢 把它融入到我们课程里面 其他这大概就有提到 那刚刚还有其他 VBA跟工作表的自动化 多工作表应用当然也需要 不过我要特别强调 我们的课程是循序渐进的 因为在VBA里面 最好你是先了解小范围 比如说储存格 物件 或者范围物件 栏列物件 那单一 主要还是在单一工作表 如果你要跨多工作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可能要先把前面的物件 先学习好 之后再来想到后面 当然多工作表之外 还有多工作部啊 比如说你可能常遇到就是说 你希望把大量工作表 有没有 自动存档成那个工作部 这绝对是可以 而且其实不是算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 你要跳到后面去 会比较辛苦一些 因为我们这是有循序渐进的 先从小范围 慢慢再扩大到后面去 那其实也是一样 很多东西都办得到 只是说你听不听得懂 有很多人就会喜欢问一些 很 很后面的问题 那你前面都还没有学好 我要怎么跟你讲说 后面该怎么做 但如果你有个基础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重点 也许你就马上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 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那是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 我们这边 有个工作上的急迫性 因为现在好像发现 VBA真的在职场上很难混得下去 因为人家已经一键完成了 你还在那边慢慢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会VBA的话 其实在工作上效率绝对是比 其他的 人来的更稍微有影响 那这里的话 当然第二个是单纯只是有兴趣 有危机意识 所以大部分还是工作上的需求 其他的话没有部分 如果你有留我 我会在第一次上课 把影片录下来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但是第二次上课以后的话 请各位自行加入一个不开放的论坛 只有我们这班同学可以加进去 那那个论坛主要是我会把上课里面贴到那个论坛 它会自动转信到各位的信箱 但前提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再加入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不加入 OK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门课刚刚提过的五大函数 所以会分别 会有这些 那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一样 就是下载那个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 先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就是有各个一到五的那个 我们的相关的范例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范例档案 那请各位把它下载之后的解压缩至此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我们后续的一到五的那个需要用到的练习档 另外如果上完课之后的话 还有其他练习档都在这边 那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的话里面有讲义 不过这个讲义的部分的话是之前编的 所以呢有一些如果假设课程 因为针对不同的需求会有一些变动 不过这边已经够完整的啦 它是一个PDF档 如果有需要的话 请各位自行下载 然后自己列印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没有提供那个 就是讲义给各位 或者是说呢 你比较环保的 你就自己准备一个平板 把这个PDF放在平板里面 一样可以阅读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比较 走无止画 所以里面都有 那我们大概里面的包含就是我的前面的介绍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上课会用到的一些答案的画面 程式部分都在这里都有 所以你可以自己把它列 里面的配置数有140页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印下来 这第二个部分 所以我们有线上的范例档 线上的讲义 再来的话 这边有个所谓的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白板指的就是说 因为讲义部分会有update 会有新的东西 那讲义部分的话呢 程式码不能复制 也不能贴上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 因为打程式打太慢了 所以我已经讲完了 但是程式还没打完怎么办 没有关系 将来有个好处就是云端白板 因为这个白板写不下了 所以后来想说 这个不是写在这样子很麻烦 所以我干脆把它在云端弄一个白板 然后把最重要的画面复制贴上 然后有一些程式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假如说你程式打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选择Ctrl-C Ctrl-V 然后先可以让程式run一下 再去做练习 至少你先跑过嘛 知道结果 然后再来 或者是说将来 有些东西程式写错了 但是错哪里不知道 你可以先拿我的比对一下 反正呢 至少你可以把程式先写出来 然后我觉得学程式 第一个你要对它产生兴趣 而且你要喜欢它 经常接触它 我会发 你会发现这真的很好玩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不是只是为了工作 有些东西 真只是说 你要让你的那个专业 专业能力能够向上提升 你就有必要去专严它 而且还不只是简单专严 你要把它真的当一回事 然后慢慢的话 你的那个专业的那个 里面就会有一个是 就是这部分的那个 就是VBA部分的技能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有关云端 我们每一个单元都会有 那可能有一些范例题 也许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了 不过像这些题目都会有答案在上面 所以如果有可能你进度比较快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再到上面找答案 那基本上我在这边会给几个 第一个可能函数的解法 第二个可能是用VBA的解法 反正都有或者录制聚集OK了 有各式各样的解法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 所以待会大概请各位如果 第一个就是连到这个云端之后 先下载范例档解压缩 第二个是讲义 第三个是云端 稍微run一下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如果你已经把那个范例档解压缩之后 就直接开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题 文字与资料里面的第一个 反正就一之一就对了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会需要大概打开之后的话 启动编辑 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第一道题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边有个手机 后面有四个 主要就是说我希望可以帮我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放在这里就对了 0911嘛 然后一个minus符号 再加上一定要三嘛 所以你可能要补一个零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一个minus符号 再补两个零 OK 那我怎么知道呢 要补几个零 第一个可能问题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不需要说一定要用那个标准答案来看待 反正我是希望有一个什么方式最快完成 都可以 但你可能想说好了 我们按部就办 第一个你可以想到有哪些函数可以完成 有没有 比如你串接嘛 那串接的话呢 这里的话可以重复几个零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用什么 用rept 然后判断它里面有几个字 用len 也就是说它至少会需要三个字 如果不足的部分呢 就补几个零用repeat 重复几个零 OK大概会有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说len算一下两个字 对不对 那两个字的话用三去减 三减了二等于一嘛 那也就是说你补一个零在前面 那这边的话刚好用len算它有一个字 三减了一两个字 那repeat两个字在前面 如果假设我们用这个逻辑来看待的话 该怎么做 也许可以试做看看 那当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有啦 我们后面会提到 就是最好是这边有按钮 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那只是说 VBA有很多种形式 其实呢 录制聚集也可以完成 可是问题 因为录制聚集 比较繁琐 有没有什么 快点方法可以把这部分完成 请各位先下载这些 然后待会先开启第一个练习档 大概想一下 然后呢 我们待会就是会用这些范例题 让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从函数的解法再进展到VBA 然后函数跟VBA之间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串联的点 可以很快的 也许你本来就会用一些函数 那可不可以再跟VBA做连接 让你可以很快的做出 你可能想要的按钮 按下它之后的话